在过去如果你听非得早餐 我都我常常有一些的比较比较概念性的 原则性的陈述啊 比如我会告诉你 就是说每年的九月是国际政治的大月 那如果呢 今年国际政治的动荡 如果呢 川普这一只今年最大只的黑黑天鹅 那2016年就出现了 但是每一年的兴风作浪 他的他把他原来原来原来的他参选的时候的那个选举书 那个选举书现在市面上不晓得还能找得到 我之前有稍微提到过一下 我把那个选的选举书 我看然后也反反复复的听 尽可能把他的这些政见消化摆在脑脑子里面 作为 作为就是说做做国际新闻准备 跟国际国际政治分析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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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素材 因为谈这些东西必须要谈得精准 那川普的那二十八条政见 我在当时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的时候 我们看了都把当当笑话 就怎么可能会有一个总统去做这种疯狂的事情 你不要说二十八条 你做一条 我都觉得那已经在世界都已经翻了 他没一条做 好那这种的疯狂 尤其是尤其是对于冷战思维的复刻 把冷战冷战时代的操作的手法不管是在不管是在在在在国际政治的国际经贸的或者是军事的 他几乎完完全全是冷战的复刻他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他只在乎两件事情会影响到川普的一些一些动作的 只有两件事第一个就他的民调的深增降基本上当他民调一跌的时候你就知道川普的一定会有反向的动作 第二个就是那美国的美国的股市美国的股市呢只要一点你就知道川普一定会有反向的动作 他几乎的屡屡屡屡屡是不爽 那 一旦的接近两千五的时候呢川普的动作就一定出现不管他他之前的话讲的多大声讲的多么的坚定那种的恫吓的 嘴嘴脸有多么的真理 但是只要呢股市一跌接近两万五道琼接近两万五他的他的一些 操作的手法一定会有反向的改变 那相反的如果呢到了到了两万两万两万七千多要破历史高点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呢 那突然间的就是神采神采飞扬 那觉得呢好像呢 避逆天下他做什么事情呢都可以 讲话呢又开始呢 很张牙舞爪的然后很嚣张很很很大声 好呢 因为全球的股汇市的动荡 现在的几乎高度的盯着 盯着美美国盘 那高度的盯着 道琼指数 尤其全球股市呢 资本市场的几乎都在都在相对高点的位置 那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会出现 比较明显的转折点 我不敢讲了但是之前曾经提到过包括 包括华伦巴菲特啦 包括这个Jimmy Rogers啊 这些的这些重要的这些的投资专家 他们到了到了两万两万七千点美股道琼到两万七千点左右基本上所发出来的讯号 就是告诉你 那熊市的讯号已经出现 好 那 因为 欧美股市的走势呢受到 受到这个刚提到的 川普的讲话的影响 川普的现在要推到的12月15号 那同时两个礼拜之后 那美中之间的 最高级别的这个贸易贸易的谈判 那可能会透过电话的方式呢在沟通 大陆方面呢 也释出了某种的善意 就是 呃他们9月份呢 那刘鹤呢所带领的这个就是说呢 贸易代表团到美国去进行谈判这件事情的行程 到目前为止没有改变 那这讯息看起来呢 在二过去24小时里面都是正向的 因为 因为 三千多亿的 最后的一波的说哈式的 这个贸易制裁10%的关税 全面的开征 往后遞延 到12月15号 其实川普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知道美国的美国的 因为讨论美国白宫决决决决决决的书 或者是报导内幕的书还不少 如果你看多了之后 因为 因为那些都是对于一些过去的历任的总统 尤其国务院尤其呢白宫的白宫的这些的政治幕僚 他们的这种的 操作的手法 跟 比较已经 已经已经固定的思维的模式 就像你过去看到的这些 讲这种政治阴谋论的电影里面像桃像这种的桃车新闻摇摆狗啦 像摇摆狗这种的新闻 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是好莱坞的电影不可能吧不实际上操作就是这样 他基本上要转移焦点的时候呢 他就抛出更大的议题的去覆盖 这像是之前在6月28号 到川普和习近平的在 在大阪的这个G20峰会上面见面 那场的那场的峰会的 峰会 川普和习近平的见面川普大败 川普不只在那场峰会大败川普现在在中美贸易战当中 基本上面 是朝着终极失败的道路走 他的压力会大的不得了 因为他每天他必须要去操作那两个盘子 我刚刚讲的就是他的民调 以及道琼指数 当这两个盘子手上在转转转转的时候呢 他不能够让盘子掉下来 但是 这两个盘子 当他不手手不动的时候呢他他就能非常的不稳 好那6月28号他和习近平的见面 那 他那灰头灰头土脸对华为呢也网开一面对于这个中美中美贸易战当时是说的3000亿关税呢就是那无限期的延后 那大家普遍认为的川普 好像的一只呢 一只呢这个斗斗败的攻击一样垂头上气的 但是他不能够垂头上气的 5月份来来来日本6月份又来日本两次来日本的都入宝山而空手环 回去无颜见江东父老 所以他就突然间做了一个安排他飞到板门店 他就跟金正恩的小小的间隔面跨过38度线 那只不过是一场戏呀 可是他就转移焦点 当天的新闻就被平衡平衡掉 好那川普 把这个12月25号 把把这原来9月1号 要全面开征的 对于2017年的中美贸易的品项 跟金额 所设定出来的最后的大概3250亿的 中国对大陆的这些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的品项 要准备要全面开征这件事情往后延三个月表面上面讲起来 他是为了 为了耶诞节 但是我告诉你耶诞节也是一个借口 不是耶诞节的问题 而且今天这三百 3250如果真的推推上去之后 那个是他最后的最后的筹码了 如果推上去就再没有用怎么办 因为这种的 川普玩的 其实 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战略啦 就是 这种所谓的极限施压 战争边缘论的操作的手法 就就是我摆出来姿态就就就是 就像现在的现在的香港街头的那种的 那种那种的动荡的方方式 我不惜付出一切的代价 我敢 那战争边缘论的其实是美国这种的super power 他最容易采写的策略因为他的拳头大 所以当他的诉求有种战争边缘 我不惜呢跟你拼到底的时候我什么都敢做的时候 我当流氓的时候 应该是最有效的时候 因为你拳头最大 你武器最多 国家最强 所以 一个一个super power当流氓的时候 那真是非常的可怕 在过去 苏联 俄罗斯都不是他的对手 欧洲其实团结在一起的时候 碰到美国的时候 仍然得忍气吞声 但他今天碰到碰到中国 我常觉得川普碰到中国算他倒霉 固然今天呢他 他在在国美国国内的舆论有效的标定出中国的作为美国的21世纪的最完美的敌人 他把中国的已经的已经形塑成美国心目当中的一个超完美敌人 几乎具备一切挑战美国霸权的元素 这样一个超完美敌人 使得这十年当中美国人对于 对于中国持有负面观感的 我记得跨 跨千禧年的时候公元2000年的时候美国的类似的调查 大概只有一成多一点点的美国人对中国是负面观感 十年前的时候 大概到两成多 但是 现在 这样今天呢 有有的民调显示 美国人对中国抱着负面观感的将近五成 超完美敌人 这种超完美敌人 内无法家必是初无敌国外患者 国狠王 所以 其实 那也是政治上面的尝试 就是你要知道政客 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的时候转移焦点 把内部的压力往外头宣泄 那是其中的其中的招数 必用的 招数之一 基本的 基本的政治配备 转移焦点 第二个 就是 塑造了一个呢 一个超完美敌人 这个超完美敌人 他方便 方便他来解释他一切的罪恶跟他的失败 这种 不要说川普在台湾你更容易看到 形述一个超完美敌人 来解决自己 预告 预先原谅 让所有的舆论的预先的原谅自己所有的罪恶跟失败 蔡英文不就这样做吗 你看到蔡英文 台湾的民进脑的政府 过去的喜欢呢 喜欢穿起一点的这种的 这种的流带有一点点的 快流行 快时尚 的左派的 外衣 但其实是个大右派的政党 极端的资本主义的政党 跟川普并没有什么差别啊 好那 9月份联合国要开议 联合国联合国开议之后 那川普在大选年之前所有 不管是英国的脱欧 欧 欧 欧洲现在的 欧洲 欧洲现在的经济的低迷的不得了 那 大家风声鹤唳啊 都不都不知道怎么办 尤其 如果9月份 如果如意其9月1号 连联总会 扛不住川普对他的压力 又过去也没有美国 美国总统的对联总会施压的了 但是 川普的三天两两头痛骂的联总会 认为的联总会的是导致呢 美国的美国的经济的不够漂亮 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要求联总会的继续的呢宽松 继续的降息 降准 美国是还有这么一点点的筹码 因为美国从2008年Q1QQQQQQ到呢 Q到了这个2016年17年之后 他已经他已经摆明了 就是他的经济已经 已经已经担心有点过热了 所以呢他的他的Q1的已经 已经结束了 那基本上面的是朝着呢要要慢慢升息的方向走 所以他还有一点点的向下调整的空间 可是 你像日本怎么办 你像欧洲怎么办 日本欧洲这些的绝大绝大部分经济的次强权 其实 他们他们所能够操作的 货币工具的筹码 几乎都用完了 都到都到底了 中国是是有的 你就知道 你钱如果是存人人民币在过去很多年是钱存人民币比较划算 在大陆经商生活的朋友大概最清楚 钱存在银行里面一年 少和少则少则三四趴好一点的你挑好一点的短期的商品五趴多的利率啊 在这台湾你慢慢等 台湾的台湾的这种的定存一年期的一趴多两趴很好了 你如果是活活齐的一趴多都没有 大陆的基本上面在面对到你用用用FED用货币政策的操作打打货币战争的时候大陆是OK的 反正人民币已经到昨天为止连续九个交易日 都破都破七但是昨天 当川普突然间说啊这个三千多亿 再delay三个月的时候人民币蹦跳跳起来 一度呢到六点九 好呢 如果人民币继续扁 如果如果中国的中国大陆的经济持续的 越打贸易战嘛 中国经济 也不也不需要 也不需要就就就是的过度的 假装勇敢假装坚强 假装不痛 那不是在打拳击 拳击场场上面 拳击场上面你看到的那个 在在围栏里面的重量级的拳击赛 两个拳拳手 就算已经了已经鼻青脸脸蟲 互相把对方揍得奄奄一喜 但当当这个 当当这个呢下一回合的这灵抢得起来 要马上呢跳起来 跳起来之后呢再继续呢 总总的眼睛 然后呢举举起就没有什么力气的拳头 继续呢走到了场中间 然后呢他们的教练的总是在旁边告诉他 no pen no pen no pen 那个那种是一种的心理暗示是自我催眠 明明痛得要死了 但是呢叫要上场前的时候这个回合说教练再继续告诉他不痛不痛不会痛的去打 当然会痛啊 不痛的是一种的 是一种的精神战力 这种自我暗示要撑到撑到最后对了能够暗示自己不痛的人 比较耐打的人 比较耐痛的人 最后可能是胜利者 但是 他痛痛是真的 那中国如果说经济成长率 现在六六点五保不住的啦今年不可能保得住 如果明天六保不住 那 以现在的中美贸易战的规格 外资的可能呢从大陆的持续的外侧 那外资之后川普常讲说那他欢迎来美国 川普常在做些很矛盾的事情我不晓得这两天你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一些的一些国际的一些专业的评论 比如说 比如说financial times financial times的标题呢非常的非常的清楚 川普川普没有赢得贸易战 那么看到这两天 那个 曾经被 被奥巴马几乎奉为国师的那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纽约纽约时报长时间的专栏作家我以前读他的文章的我也介绍过好几本他的他的书 保罗克鲁曼 各种 这前天吧还是还是昨天的时间 在纽约纽约时报的专栏 用用那种不不只是痛骂而而而且近乎是在骂川普是个经济的白痴 他的操作基本上第一个都矛盾第二个不会成功第三个的低估了的就是说的中国本身手上的筹码 他认为呢今天中美贸易战的时候不是光看 你出口到我这里是多少我我出口到你那里是多少 那我出口的才一千多亿你出口的有五千多亿扣下来之后的相差四千多亿所以我有了四千多亿美金的操作的空间 他说金经济贸易战的算数不是这样子算的 克鲁曼对 你看到你看到今天 川普的川普每一天在在所有的竞选场合其实就是在告诉美国人说 no pen no pen no pen 不痛 我告诉你我们能收了两两百多亿的两百多亿的关税好高兴啊多了两百多天上掉下来两百多亿美金你会不高兴吗 当然高兴但是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没有没有成本的吗 没有付出代价吗 当然不是 只是他的支持者没有能力去分析这些事情 但是终究会伤害到自己的支持者 有越来越多的这些专业的才才经分析 以及许多专业的投资家 认为川普的非常难以预测所以都在准备过冬同时在警告川普再下去美国会受重伤 中国大陆当也有伤了 但是 当大家都在喊 no pen no pen的时候 比较耐痛的是中国 进上广告会回头回头之后呢我们看一下香港 香港的问题又到了一个转折点 可是 你回头你可以看看就是说一国两制到底是什么 我已经我已经我已经不想讲台湾的台湾的这政治反应了台湾的台湾的台湾的国民党也好台湾的民进党也好 尤其民进党他们经常会觉得香港的动乱呢 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香港的痛苦上面 香港的灾难呢 那整个的中国对于香港的香港的当下的现状 要捏 怕捏死 要放 又怕又怕他飞了 那种呢 松紧之间的拿捏 显然的是很记守 一国两制的操作本来就没有这么容易 而台湾当下的民进党政府所流露出来的幸灾乐祸也没有什么话好讲反正大家都看得懂也不用装了 基本上面的跟美国的思维是完全一路的 美国的CIA也好 台湾的这些安全单位也好 过去要对大陆做工作要渗透的时候 都是走香港 当然在李登辉时代的后期的 我们的群制单位对大陆的工作 几乎已经完了 香港站北京站 几个大大站 都被破获了 而且 之后的台湾的安全单位 曾经试过就就是 到底 到底这销就是说 整个安全安全体系的漏洞在哪里 是在外站 还是在国安局的内部 当他们再派人去的很快的又被逮了 他们就就就知道 那个鬼在台湾 换句话说 安全 我们的安全安全 安全的单位 群制单位 里面的就有问题 香港的 香港是 全球从冷战时代以来 全球三大情报中 中心之一 所谓的情报中心就是 所有的在在地缘上面来讲的间谍工工作 不管哪一国的间谍通通的都会到这个地 地方 亚洲的最大的是香港 第二是曼谷 在这在过去的一些的 共谍案也好 或是我们的一些的 一些的人员被被吸收 经常在在在曼谷啊 香港也也有啦 只是只是没有曝光而已 还有过过去的 像是 靠靠近东欧 比如说 伊斯坦堡 或者在在过去的冷战 冷战时候的 柏林 因为的东西德的关系 柏林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全球的 情报人员 谍报人员 在你看不到的时候 那种 高来高 高去的较量 香港是 亚洲 所有的 这些呢 情报工作 情报的角力的重点 台湾也一样 就不用装 但是香港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上面 那接下去 北京可能怎么怎么做 你看到的就是说 今天的今天的各媒体好 比如说 中国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就我刚刚讲的 美国对大陆的新新新关税 半数 延到 12月12月15号 实施美股大涨的370点 然后呢 联合报联合报呢 除了今天的台湾的内部的新闻 基本工资的涨幅 今天要决战 资方不会 因为今天 因为是选 选举的 我管你经济有多烂 我管你外销订单的 连漆黑 没有用的 因为我要讨好选民 劳工是我心头最软的那一块 蔡英文一定会 今天 基本工资 一定在调高 好 然后 下半年 香港机场又出现机会 再瘫痪 这件事情 就很重要 广告回头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小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小脸 看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下半年 CM 转发 打赏 点赞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问了一位这个空军不是空军子子弟了去把去把这个胡伟的胡伟基地呢做做这个历史记录的你把它当做是一位文史作家好了霍鹏城那的胡伟的天空啊这个星期六的早上的八点到九点的时候的那段的访谈的会重播周末呢我们会有一些重播的时段可以把星期到星期五的一些节目的单元不错的单元那可以重播 好了 我们有很多的在海外的听众朋友包括大陆的听众朋友你听到人的空军军歌 那那些的歌词的内容你可以的上网去查查看 雄关要塞 那这种的 他里面的就是熬游昆仑山巅 那俯瞰太平洋兵 他他是一个一个非常有有中国中国意向中国中国气派的 我在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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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国家的国土上面我在的寻寻我的国国土我在保卫我的国家 雄关要塞马达其名美丽的锦绣河山 空空军在在整个中华民国在整个整个中国在苦难的在过去的200年的历史当当中尤其在二战当中 虽然歌词里面自我鼓舞 那看着他在在自己的在自己的江土上上面保家为国俯瞰着呢自己的大好和河山每一个飞行员空空军的弟兄热血澎湃 会映着无敌鸡犬 真的无敌吗当然不是 在做过去中国的国力哪有这么的强大 所有呢从军报国 愿意飞上天的当然都都是呢水平很不错的精英中的精英 但是只要你上了飞机你就知道你活命的机会非常非常少 海军不用讲二战时候的海军 几乎呢在在前前几个月就被歼灭了 在大海之上今天所谓的四海联动四海都没有中国海军 日本的战舰是可以长驱直入进到长江 根本没有人挡得住 空军 两千多架的战机在二战的当中的被击落 那最少是两千多条人命 精英中的精英 好他代表一种比较科技的未来的 那有特别风险性的兵种 今天为什么放814空军节 那还是祝我们的空军弟兄们 莫忘初衷听自己的军歌的时候 除了热血沸腾 那每次当空军弟兄们特别的喜事或者是伤事的时候 我跟空军没有关系 可是因为他特别 所以我总是会特别挑跟空军有关的日子 那提醒我们对于自己的军人 又过去台湾在民进党的30年里面 黑军人 黑警察 黑公教 认为呢你们的都是国民党的余孽全黑 到现在蔡英文呢 蔡英文是现在不黑了 不是 你如果是 老军人 老公教 老警察 照黑 但是呢去捧那些年轻的 那仍然是一种的统独的操作啦 在统独里面呢操操作这些 对于整个国家体制的捍卫者 里面的世代矛盾 蔡英文民进党就在做这件事情 好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愿用非得早餐很很宝贵的时间 在关键的时刻表达我对军人的建议 大家加油 好那刚刚才讲到香港 昨天香港的机场又被占了 但是 两件两件事情有新进展 第一个就是 那个护目镜呢被击破 然后呢也眼球被被打爆 大概会瞎一只眼睛的那个女孩子 那个女孩子当然是香港这一次的 街头上面的黑衣人的年轻人之一 之后呢曝光的照照片呢有有拍到 这个女孩子在街头上面发钱 等等等等 当然他跟这起的他被攻击的事件 看起来没有关联性 不过那些钱是从哪里来 因为如果说他只是透过网络召唤的是 一个无组织的群众运动 只是大家有一种共同的感觉 好像香港快要变 所以呢大家站出来 那不是只有那个女孩子 因为被拍到呢在街头上面发钱的 那个照片很多啊 好吧但这个女孩子当他的 当他护目镜被击破 然后接下去呢 因为那段那个每一个抗争的现场 几乎呢都有媒体记者 也几乎呢都有这种 所谓的公民记者随时在拍 反正大家多多都有摄影机嘛 拍拍拍都在记录 而当天呢这个 可能会瞎一只眼的这个女孩子 因为他成为后续这两天 再掀起更大的抗争的激情 的主要的元素 说呢警察呢过度的使用 使用暴力 打瞎了呢这个女孩子的眼睛 可是呢昨天所曝露出来的视频画面显示 这个女孩子护目镜被急碎倒地 然后呢然后呢医护车的进来 那这现场的做处理要在他送医院 那整个过程当中现场没有枪声 警察在当时并没有任何的动作 换句话说 那个女孩子护目镜被急碎 眼球被打爆 跟警察没有关系 那他的护目镜是怎么破的 你看到现场 有许多的黑衣人 在跟警察在对峙的过程当中 除了呢搬砖块来丢砖块啦 除了甚至于呢丢汽油弹啦 还有弹弓 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玩弹弓啊 我打弹弓还蛮还蛮准的 弹弓的尤其是如果是有一点点专业性的弹弓 其实杀伤力还蛮大的 你看到的那些的街头黑衣人手手上 拿着那个弹弹弓很容易 往往往这个人往裤子后头一擦呢 就可以跑 那你看到的当时的街头的黑衣人 是不断的呢朝朝着不确定的方向 在用弹弓在发射 有时候好像在攻击警察 但是以那个女孩子受伤的情况 他很可能是被自己人弹弓误击 但是第一时间想要栽到警察身上 我认为那个女孩子从那段的视频画面 因为那个背景声音非常的清楚 现场没有任何的警察 在开始进行所谓的清除震报 或者说是呢丢 就刚好在那段的视频画面 那几分钟里面就是那个女孩子 倒下来的那几分钟 警察没有任何的动作 那不是警察干的 今天借着这个事件 要去进行发起抗争 要继续去攻击警察 那只是借口 虽然在香港 我什么事啊 但是我就是关关心 而且我关心香港是发自内心的关心 跟民进党那种假猩猩 是完全不一样的 民进党只是唯恐香港不乱 第二件事是昨天 当占据了香港的机场 香港机场又瘫痪了一天 亚洲的空运 又一整天的大乱 但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因为香港机场的持续性的 无预警的全天候的关闭 除了航空的颁表大乱之外 除了旅客呢 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之外 还没有任何的空中的意外 如果发生意外的时候 香港的事情 这些报名呢 我认为那就是典型的报名 会更难散了 但是昨天在香港机场 他们逮到了一个认为是 这个呢你是大陆呢 来卧底来刺探军情的 控制他打他 把他手捆住 每个人呢一拳脚 打到他都已经昏昏迷了 救护车要来载人 还不让他走 大家说呢 他是爪牙奸细 来卧底 事后知道 他是大陆环球时报的记者 进广告回头聊 那我不知道有多少的香港朋友 在此刻你会 你会把你一点点的心思 那摆在了台湾 摆在飞铁早餐上头 我知道也会有啦 或者今天你在听飞铁早餐的 我相信 你对于香港的局势呢 都有一定的关心 你听我一句话 因为在台北的街头上面 我看了三十年的街头运动 你不管是今天呢 被被奉为呢 台湾国国父的 郑南荣 的自焚案 或者过去在总总统府前面 有一个叫詹什么的 那也也是呢 在在警方的巨码上面呢 说自焚的 其实那都不是自愿 那个基本上面都是事后呢 要栽给警察 穿着附会的讲 讲的讲法 台独没有烈士 那这个女孩子的那一只眼睛 他成为一个象征 你看到这两天的时间 许多上街的呢 都把自己的一只眼睛蒙蒙起来 都悲壮 那种呢是一种的情绪性的煽动 在群众运动里面 最恐怖的就情绪性的煽动 让所有人不明就里 觉得呢 大家摆出一个共同的姿态的时候呢 形成一种新的V group 那个氛围呢 就觉得好像准备要打仗了 至于 那个姿态 那个动作的事实基础是怎么 没有人管 这个女孩子是被自己人伤的 我一口咬定跟警察没有关系 如果你看了那段的视频画面 但是昨天 当香港机场要关闭的时候 那些的路客 里面还还包括了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没有错 他是大陆的比较鹰派的 向来呢 环球环球时报 顾名思义啊 环球环球 他其实主要是处理国际新闻 许多呢 请注意108克刚的实施